今天狐狸猫到小树蛙的家玩 发生什么事了 应该是停电了 没关系 我这边有手电筒 哇哦 经过你的手电筒照到的俄罗斯娃娃 它在墙上的影子变好大哦 真的耶 不过从形状还是看得出来 是我的俄罗斯娃娃 你们知道吗 像这样大小和原来的物品不同 但形状还是相同的图形 就叫做原来物品的缩放图形 或是相似图形 缩放图形或相似图形 没错 我们可以将小树蛙手上的手电筒光源 视为缩放中心 经过光源直线照射俄罗斯娃娃 所形成的影子 就是俄罗斯娃娃的缩放图形 其实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透过放大或缩小得到的图形 你们也可以想想看还有哪些例子 我想想看哦 把拍照的照片映成不同尺寸大小的照片 这样算吗 当然算啦 因为照片就是一种形状相同 但大小不同的图片 那我在玩具店看到的汽车模型和马路上真实的汽车也是一种吗 没错哟 因为模型就是透过原始物件的缩放制作而成的 另外其实台湾著名的主题游乐园 小人国 内部展现了一百多个世界著名的文化景观 它也是一个按照原尺寸的二十五分之一缩小 绑建而成的例子哦 哇哦 原来相似图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真无所不在耶 那如果我们想自己绘制这个缩放图形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 首先我们得先知道如何找到缩放后的对应点 平面上架设欧点为固定不动的光源 我们在图中认取一点A 接着在OA射线上取一点A' 使得线段OA'比线段OA等于4比1 也就是线段OA'的长度是线段OA长度的4倍 此时就称A'点是以O点为缩放中心 将A点与O点的距离缩放4倍所得到的对应点 接下来看到线段的缩放 我们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如主所示 AB线段唯一已知线段 A'和B'两点是以O点为缩放中心 将AB两点与O点的距离分别缩放3倍后所得到的对应点 接着将A'和B'两点相连 此时我们称线段A'B'为线段AB的三倍缩放图形 观察看看线段AB和线段A'B'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线段AB和线段AB'看起来好像是平行的耶 真的耶 不过有什么证据可以说这两条线真的平行吗 我知道了 可以利用上个单元学到的结线段与平行的判别 因为线段OA比线段OA'等于线段OB比线段OB'都等于1比3 所以线段AB平行线段A'B' 哇,之前学到的都没有忘记呢 很棒 那么大家还记得平行线解比例线段的性质吗 以至线段AB平行线段A'B'OA线段比OA'等于1比3 利用平行线解比例线段的性质 请问A'B'的线段长是AB线段长的几倍呢 答案是B 因为线段AB比线段A'B'等于线段OA比线段OA'等于1比3 所以线段A'B'的线段长是AB线段长的三倍 这部分如果忘记了 记得要回去看前一个单元的影片复习哦 接下来看到另一种形式的线段缩放图形 如图所示 AB线段唯一已知线段 A'和B'两点一样是以O点为缩放中心 将AB两点与O点的距离分别缩放两倍后所得到的对应点 接着将A'和B'两点相连 此时线段A'B'为线段AB的两倍缩放图形 再观察看看 线段AB和线段A'B'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两条线段会在同一直线上 以线段长来看 线段A'B'的线段长是线段AB长的两倍 太好了 大家都观察入围呢 总结来说 线段的缩放就是以某固定点为缩放中心 将线段上的每一点与缩放中心的距离缩放R'背后的结果 且透过刚刚的观察发现 线段的缩放有以下两性质 一线段经过缩放后仍是线段 且该线段与圆线段平行 或在同一直线上 另外 当线段缩放K'背后 缩放后的线段长为圆线段长的K'背 原来如此 那图形的缩放呢 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吗 别急别急 我们马上就来看到多边形的缩放 以大家很熟悉的三角形为例 如影片中的图形所示 若以O点为缩放中心 利用刚刚才学会的线段缩放 要将ABC三点与O点的距离分别缩放三倍 得到对应点A'B'C' 接着将对应点A'B'C'相连 即可得到经过三倍缩放后的三线段 而相连后所得到的三角形A'B'C' 就称为三角形ABC的三倍缩放图形哟 接下来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三角形经过三倍缩放后 内角的度数和边长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内角的度数好像不会变耶 因为刚刚才知道线段经过缩放后 会与圆线段平行 根据同位角相等的性质 可以知道两个三角形的内角度数会相等 没错 那么你知道三角形A'B'C'的对应缩长 为三角形ABC原缩长的几倍吗? 如右图所示 三角形A'B'C'为三角形ABC的三倍缩放图形 请问三角形A'B'C'的对应缩长为三角形ABC原缩长的几倍? 答案选B 根据刚刚知道的线段缩放性质 当线段缩放K倍后 缩放后的线段长为圆线段长的K倍 因此三角形A'B'C'的三缩长应该是圆三角形ABC三缩长的三倍 不过不止三角形有刚刚提到的性质 其实任意多缩形经过缩放后 都会与圆多缩形的对应角接相等 且对应缩成比例哦 原来如此 今天虽然遇到停电 不过我们还是在黑暗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呢 首先 我们认识了什么是缩放图形 也称相似图形 就是物件经放大或缩小后 两者的形状相同 但大小不同的图形 接着看见了线段的缩放 以及线段缩放的以下两个性质 最后 我们看了多编形的缩放及其性质 缩放多编形与圆多编形的对应角接相等 对应编成比例 那么你知道生活中还有哪些利用到缩放的例子吗 如果有的话 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哟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咯 好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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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